HELLO 大家好,我是黃蟲雄 過去球鞋階段包括大學以及研究所都是受益相關的背景 博士班畢業後分別在動物科技研究所以及國家衛生研究院從事博士後研究的工作 在2018年8月很榮幸能夠來到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服務 目前在食品科學系教授的課程主要是以微生物學、生理學、免疫藥理、免疫毒理為主 將來實驗室的研究方向可分為以下幾點為大家做說明 首先,我們過去在上奧肇肝源抗食物過敏的研究當中 意外發現說,隨著小腐食物過敏的誘導,腸內菌蟲的組成其實會有些變化 上奧肇肝源會藉由促進某些腸內乳酸菌的生長,來達到減緩食物過敏的功效 因此,我們把這些腸內乳酸菌分離培養出來之後 在反過頭來進口投入食物過敏的消暑 發現說,這些乳酸菌其實可以跟其他腸內菌重做競爭 進而來維持腸道的免疫平衡 目前我們實驗室還在一個草創的階段 但是將來會陸續建立這個細胞配奧以及動物實驗模式的平台 這些平台主要是去模擬過敏、發炎、腫瘤以及感染症的這些疾病 另外建立基本的藥理、毒力以及免疫學試驗 而研究標定主要會有腸道內的分離菌株 中草藥的活性成分以及海洋天壤的活性成分為主 另外為了改善上上述標的口服身體可用率 我們也會利用奈米化的微脂體 或是奈米乳液來作為傳遞系統 希望這些新型的配方可以開發為經典性食品 甚至是藥品來改善上上述的這些疾病 近期的研究重點主要在探討腸內菌 在動物疾病模式中來扮演的角色 天然物核性成分是否可以調節並改善腸內菌蟲的組成 最後就是口服天然物核性成分是否可以改善消化道的疾病 目前我們實驗室正在以食物過敏以及輸入腸組織的模式 來篩選這個比較有潛力的治療標的 未來我們實驗室也會致力於開發這個調整腸內菌蟲的經驗性食品 從草藥或海洋天然物的活性成分配方 以及試著去分離培養這個有治療潛力的腸內益生菌 希望藉由這些標的 來減緩消化道疾病的一個發生 進而改善人體或動物體的一個健康 那歡迎有興趣的同學都能夠前來了解 那我們也期盼場觀學學先進能不令給我們指教 謝謝